阿里桑拿宣布总统赢的结果是什么? 游戏规则改变了 这场游戏就改了 他为什么又赢了? 川普总统赢了 证明我们新中国联邦坚持是对的 而且我们三年的爆料 再一次得到神一般的认证 我们没有跟上帝对的话 我们不敢这样说 但是我们绝对是 我们敢说第一 没有人敢说前100 我们这一次真的要 战友们要思考一下 不是我们预测 也不是撞 也不是僥倖 也不是单纯的勇气 或者就因为正义 我就情绪化 情绪化没用 如果他不造假 共产党不参与 他不搞死人传票 川普总统赢不了 或者说川普总统当天晚上他赢了 这个结果就不滑稽 七哥预测的滑稽 结果就不滑稽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爆料革命 让全美国全世界人民证明了一次 我们GTV G News 是最伟大的 爆料革命战友 是最伟大的 最有正义感 而且是讲话 绝对是靠谱的 而且我们是最了解共产党的 而且可以代表新中国人 这个信用值多少钱 我一点都不夸张 你说值10万亿 10万亿 多少万亿 钱已经不可以衡量了 今天阿里桑拿宣布赢的那一刻起 我们所有买Gclub的战友们 所有投资GTV 和我们G系列的人 你的新价一下子 后面你可以上写多少个零都可以 因为他未来是无价的 因为不是钱 是你的信用 是你证明给你的家人 和那些不理解的 所有以前爆料革命的 你是对的 你太与众不同了 这三年我认为爆料革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贡献 其中一条 就是对世界的认知 对人性的认知 对事务判断的基本能力 对真 假 善恶的理解 是最大的贡献 第二条在全世界 我们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分开 中国和共产党分开 然后我们展示了给不同的外国人看我们中国人什么样 这是我觉得的第二条 另外一个爆料革命带来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让中国人让外国人都对中国人有一个新的 哪怕一点一声的希望 人类活下去只有希望 当你没有希望 没有神秘色彩的时候 甚至哪一天你要死 怎样死的时候 你一天都不想活 或者你会疯狂地活下去 我们中国人最起码有做一点希望 我们新中国联邦可能是一点点火 星星之火都不是 连火柴火都不算 但是我们最起码在黑暗中 有了一点点的希望 我们从他的维持人权碎 我说明那个我看 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也不不不过 应该 有那么弱 你 要